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Tao 今天我要來用到我在各個地方 包含了IG 小紅書Youtube 就是世界各地各個地方被燒到的東西們 就用這些東西來化妝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妝前我要來使用這款豆乳防曬 這個是被小紅書燒到的 小紅書從去年夏天吧 然後一直到現在就是近期 我還是很常看到他們提到防曬的話 最常出現其實是有一款e-sale的防曬 所以那個防曬真的是 去年我看每一個小紅書上的博主 每個人都在推就說很好用 然後價格好像還被炒得很高 因為那好像是限量的東西 然後除了那個e-sale防曬之外呢 另外一款就是這個豆乳的防曬 就是我也是看到很多人推薦 就是說如果那e-sale那個價格太高了 大家就不要買那個 買這個也很好用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一次那個Ado Cosme 他在寄產品給我的時候 我就挑了這一款防曬 那我自己實際上已經有先用過了 我覺得質地還不錯 就是很清透水潤的那種 先給大家看一下質地 就是這種水水透透的 這一款的SPF有40 然後PA是三個加 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防曬味 很淡的那種 然後它上完之後呢 是會帶有一點點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珍珠光嗎 就是會有一點提亮的效果 就是你知道日系防曬 或是日系的妝前乳 很愛做這種透明感的妝效 然後這樣是擦半年的效果 可以看到就是稍微提亮 就稍微而已 沒有到非常的白 就是你們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還算自然啦 但是對於那種暗沉的改善就還好 它只是稍微提亮 但是蠟黃暗沉這部分 就比較沒有辦法修飾太多 我覺得這一款跟那個 Anderbe的防曬相較之下呢 Anderbe我覺得用起來保濕度 好像是更好的 然後這一款豆乳的呢 會再清爽一些 雖然它這一款不是那種 立可白式的防曬 但是我建議大家使用前還是要搖一搖 因為我發現它就算我這樣剛開封 它還是蠻容易會有水分離的 我覺得它可能這個是質地的因素吧 不然像Anderbe啊或是Canmake的防曬 一樣是這種日系的這種透透的防曬 就是另外兩個牌子都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豆乳的就會有一點 油水分離的狀況 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接下來粉底的部分呢 也是在小紅素上被燒到了 就小紅素上面有一些是 皮膚瑕疵真的蠻嚴重的博主 就是它就是那種真的滿臉痘痘 腫痘那種喔 然後他們通常都會特別就是在分享 底妝遮瑕度什麼這方面 特別有吸引力 然後我就被燒到這個韓系品牌的粉底了 因為它一上上去真的是感覺 超級無瑕超級厲害的 然後反正我就找 也是找珊珊幫我代購 這個品牌粉底呢 我也不是第一次在小紅素看到 我最早是在一些韓系的youtuber的頻道有看過 然後我自己實際去韓國的時候也有就是有看到 有看到然後有考慮說要不要買 然後後來又沒買就欸 過了一年多兩年多 欸現在還是買了啊 我先跟大家來說一下這兩款的差別好了 首先這一款透明玻璃的這個包裝的 它是稍微 稍微比這一款再更保濕一點 再多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的遮瑕度呢 稍微是中等的 它的品牌其實出了非常多粉底液 你要找更保濕的話 其實還有更保濕的 只是說兩款相較之下的話它是稍微保濕 然後中等遮瑕度比較自然的妝感那種 然後這一瓶呢 這個 健便這個平身的這一瓶呢 就是超高遮瑕度 然後持久度也是比較好的 然後這個保濕光澤感會比較低一點點 我就打算今天半年半年來用用看好了 我兩瓶的色號都是買21號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的時候其實有想要買23號 但是剛好就缺貨 然後補充一下這個健便包裝的這一款啊 它的防曬係數SPF45PA兩個加 然後這個玻璃包裝呢 防曬係數SPF30PA也是兩個加 這個防曬係數比較高耶 更遮瑕然後防曬係數又更高 這款的質地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也是有一點流動性的 就是一般那種乳霜感的粉底液質地 它是有香味的就是有一點點花香啊 香味濃度我覺得算中等 沒有超重但是是有香味的 不知道它的遮瑕度是不是真的很好 反正我那時候就是真的是被大燒到 真的很期待它的遮瑕度 可是也很害怕它會不會就是很乾 因為畢竟它也是持久型的 怎麼上了一層覺得好像還好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的高遮瑕 毛孔修飾還不錯耶 而且沒有什麼白芝麻 然後我今天用這個棉花糖這個粉撲啊 這個是那個Rossi Rosa的 這個在一些日系的藥妝店都可以看到 它好像是這種棉花糖或是舒芙蕾粉撲的始祖 我不確定哪 但是我最早最早 好像兩三年前第一次看到這種粉撲 就是這個品牌的 然後結果我現在才真的正式地使用它 我覺得它也蠻舒服的 雖然它形狀是這種長方形 就是不是那種三角形 因為三角形比較好針對一些小範圍 這個長方形的話比較 就是比較適合這種大面積的拍打啦 可是它的軟硬度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然後上妝的感覺也是蠻補貼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粉底的妝效 好啦其實對比遮瑕度其實還不錯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對比就更強烈 有沒有 你這樣都全臉上一層 還沒有局部疊加兩層的情況 有啦它的遮瑕度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像我鼻翼這邊不是很容易卡白芝麻嗎 它這個沒有什麼卡白芝麻 而且毛孔修飾度也不錯 我覺得它粉體的細緻度是好的 然後像我臉上這邊有一些小痘痘或幹嘛的 現在剛上妝的服貼度看起來也還不錯 然後因為它遮瑕度夠高的關係吧 所以它用量其實不用很多 我剛才擠的那一下應該是可以上滿全臉的 我這樣只上了半臉還剩下滿多的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21號這個顏色 沒有想像中那麼那麼的偏白耶 就現在看起來是稍微白了半截 就是比我的脖子稍微白半截 但是沒有像平常海系的21這麼這麼白 那接下來另外一邊臉我就用這個透明品身的 也是先給大家看一下粉底液的質地 它的流動性就沒有像剛才那一款這麼的強烈 這樣用手去推的感覺也會覺得這一款好像油潤度 那個潤度有再多一點 奶油感有再強烈一點的感覺 奇怪這瓶的21號的色調怎麼偏粉啊 還是它一樣21但是它有分偏黃調跟偏粉調 奇怪我本來的色號是一模一樣的啊 好奇怪喔 可是我覺得這邊的臉我剛剛一上上去 就覺得它的粉底色號是偏粉調 嗯它這款也有香味但是它的香味更重 我覺得有一點點重 剛剛那一瓶的香味那個濃淡度比較剛好 這瓶覺得有一點多了 好我這半邊臉也上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兩邊的妝效 其實這一瓶的遮瑕度我覺得表現得也很不錯耶 感覺兩邊都有中上的遮瑕度 而且服貼度都滿好的 然後最大最大的差別 我現在很明顯就是妝感上 有吧 這邊其實它也是有一點霧光的感覺 但是這邊那個水光感 這個光澤感有沒有 強烈更多 我覺得對我的膚質來講 它這剛上完妝的油亮程度 在夏天應該是一下就容妝了 我真的有覺得這邊的粉底有再更白一點耶 就是不管是從鏡子上看還是從螢幕上來看 我都覺得這邊臉就比較白 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就是同一個色號 但我也是有點不太確定 是不是因為這邊的臉可能有稍微氧化暗沉 所以讓它的顏色看起來比較自然 因為現在這樣脖子看起來好慌 所以我想要 塗一點 防曬在脖子上 讓那個臉的色差不要這麼 強烈 如果我脖子塗防曬或是粉底的話 晚上卸妝我通常就是用卸妝水擦一擦 就是這樣的話其實蠻方便的 才不用卸妝油還要塗在脖子上 接著遮瑕膏呢 有兩款日系的遮瑕膏也是 就算是也是被燒滿久的一款 就是這個KP的雙色遮瑕膏 這一款呢應該已經紅了好多年 這四五年有嗎 反正就是一款經典的老產品 那這一款呢我記得那個 不只是小紅薯 我記得那個Meg 然後還有Aster 他們都有在他們的YouTube影片中有推薦過 然後它就是很經典的 有一個這種偏橘色調的 可以修飾黑眼圈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黃色提亮色 那我買這一款遮瑕膏 我那時候收到第一個想法就是 它的容量也太小了吧 就是它裡面這兩個顏色啊 它甚至是沒有填滿的耶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 就是它在那個盤子裡面就是 薄薄的一層而已 感覺非常容易就會用凹 它這個表面並沒有填滿的感覺 那另外一款這個遮瑕膏呢 就是蠻早之前就有被查理燒到的 然後它就是很適合拿來遮一些小痘痘啊 然後因為剛好我臉最近 就是講了一些小痘痘的部分 就是蠻難遮的 然後就想到這一個 嗯覺得好像可以再來試一下 所以我今天就打算來用這兩款 這個KP的遮瑕膏我先用它這個海綿來搭配用用看 但是我印象中 就是這其實我已經用過了 我印象中這個海綿搭配的這個方式呢 我是好像沒有get到好用之處 我自己其實還是比較喜歡用刷具啦 今天就再給它一次機會 用用看海綿 我現在就是沾了橘色之後呢 直接按在我黑眼圈發青的部分 然後我是覺得它的遮瑕度其實是蠻好的 就它的用量一點點就夠了 看一下兩邊黑眼圈的對比 這邊是有先用橘色校正過的 然後這邊就還有一點發青 它這個橘色其實調的也還不錯 我的用段就這樣稍微輕輕的拍 然後手臂上再這樣輕拍 調整一下用量 就真的用量一點點 最後這樣上臉的用量真的就是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這一款呢我覺得它的滋潤度還不錯 就是沒有那種很乾的感覺 它如果跟我很愛的JX比起來的話 它真的就是沒那麼乾 就是比較適合眼下沙漠肌的人 但缺點就是它就只有兩個顏色 所以就是真的比較只適合遮黑眼圈 就是你其他痘痘瑕疵什麼的 就很難使用這兩個顏色去遮了 橘色校正完之後 我接下來使用這個黃色做提亮 也是一樣一點點的用量 然後再手臂調整一下 你看它這個飽和度真的很好 遮瑕度很高 把這個黃色按在我要提亮的地方 這眼尾有一點暗沉了 我也是用這個黃色來遮一下 好我現在這邊眼睛的提亮部分也完成 就可以再看一下對比 這邊是有提亮 這邊是還沒有提亮 這個黃色的提亮效果也是很好 但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這個遮瑕膏齁 它就只有這樣兩個顏色 然後我們的用量其實真的都非常小一點點而已 然後可以這樣靠兩個顏色少量的遮瑕 就可以達到這個遮瑕效果 我覺得其實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你只是要找一個遮瑕 是真的只針對黑眼圈的部分 然後你的眼周又是特別乾的人的話 那這一款遮瑕是可以買的 但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個 比較可以全方位遮瑕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GX還是比較厲害 就它的CP值性價比更高 那我自己因為黑眼圈蠻重的嘛 這邊眼睛我覺得用這一盤 KP是遮得還不錯 但是這邊眼睛因為淚溝更深 所以這一盤遮瑕就會有一點不夠力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要看一下自己黑眼圈的情況 跟自己的膚質 再來臉上其他的小紅豆呢 我就要來用Addition的這個遮瑕膏 我的色號是3號色 然後我要搭配這個是愛麗絲老師推出的刷具 是B07這個型號 它的遮瑕度真的會超好 所以我就只沾這一點點 然後也是在手臂要調整一下用量 你看這遮瑕膏真的 遮瑕力太好了我的媽呀 這遮瑕膏因為我們是要拿來遮痘痘或痘疤的 所以我們盡量要挑自然一點的色號 就是靠近你粉底顏色的色號 不要找那種很白的 大家不會挑色號的話可以問貴姐 因為當初這個3號這個色號也是貴姐建議我的 這個雀斑也來遮遮看 好像也可以遮得住耶 這邊這一顆呢它不是紙 它是一個 雖然是粉刺嗎還是痘痘之類的東西 然後它就爆掉之後 那時候有點流血 所以就是它的顏色跟一般 一般豆子的結巴不太一樣 我就是一直用我手臂剛剛弄得亮而已喔 就是完全不用沾心的 欸我突然發覺這邊這個粉底液 它的遮瑕度真的很好 從一個地方看得出來 就因為我這邊嘴角有一根血管 很明顯 很少很少很少 可以在粉底液的那一層 就把這個血管遮得這麼好 就是通常都要到遮瑕這一步耶 它這個遮瑕度真的是滿強的 接下來要把刷具上的遮瑕都盡量清乾淨 再把剛剛塗遮瑕膏的邊緣模糊一下 暈染開來 好現在整個臉真的就是變成很無瑕了吧 就是該遮的都遮的差不多了 在定妝之前呢 我今天那個腮紅跟修容都打算用到這種 膏狀的產品 我先來上這個hidden的修容好了 這個hidden的修容呢就是在小紅書B站 到處都可以被燒到這樣 我應該也還沒有在影片中分享 反正就是這一款我記得也滿多人 有敲碗我說希望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就先用這邊的膏狀 它是膏狀然後配兩個粉狀這樣 它這個雙狀你們可以直接這樣用手 點拍 它的顏色超級自然 然後你也可以用刷具 我這邊用的刷具是Fenty Beauty的125 然後就這樣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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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因為我剛剛有上遮瑕啦 所以我盡量就是不用這樣刷的方式 盡量用這樣搓的 應該說用點壓啦 就是這樣點點點壓壓 它這個修容顏色還滿自然的 然後是帶有一點這種黃色調的 所以就滿適合亞洲膚色的 就是如果大家用這種歐美品牌的修容霜 可能會覺得顏色可能要嘛就太偏紅 或是顏色太深太皺 可以考慮買一些這種比較是亞洲品牌的修容 就比較不會出錯 它剩下這兩顆粉狀的呢 中間這個修容顏色是帶有一點灰色調的 所以我等一下訂完妝之後 再用這個顏色來修鼻影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偏白的這個打亮色 它這個偏白打亮色是那種偏霧面 可是我覺得它是好像霧裡帶有一點斷光的感覺 反正它就是不是那種珠光高閃度的那種打亮啦 這就滿適合拿來做一些局部的 比如說面中這邊的提亮之類的 或是像我這邊你知道臉頰有些奇怪的凹陷 我記得上次有一個留言說 是不是我戴口罩 然後就是這邊可能沒有防曬到所以這邊曬傷 不是啦 才不是欸 這個從小到大都有 只是就是可能以前化妝的時候也沒有特別留意 然後現在有時候看到覺得滿煩的 然後就會稍微提亮一下 它一直都在 如果你們去看我早期的影片的話 它其實一直都在 再來腮紅的話呢我要來使用這個香奈兒的唇頰霜 這個也是超多人推 Catie、Pinky都有推 然後我其實很早之前就買了 然後我就一直沒用 今天才要來用 我買的色號是2號色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想買的時候好像 其實我最想要的是3號色 但是3號色我買的時候 要買的時候已經缺貨了 再手上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 就是這種自然的淡粉色 好像還有帶一點珊瑚色在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黏走我的底妝 但是我看大家評價是滿好的 欸 我用手機上怎麼好像一瞬間好像上得有點多 所以我看大家的評價是說它不會黏底妝啦 好現在這樣推開來 顏色滿自然的 雖然大家評價是說不黏走底妝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在那個遮瑕的邊界的部分 有一點打架 所以你看我這個遮瑕邊界 有像腮紅跟修容的地方 這邊好像少了點什麼東西 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界線 這邊有一點 但是這邊眼睛更明顯 我去研究一下 好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反正這邊眼周遮瑕這一塊 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邊的底妝跟腮紅跟修容的邊界 就有一點打架的狀況 我在想應該是因為我剛才眼部遮瑕完之後 我眼周有先用一點蜜粉定妝 然後可能就是有帶比較過來吧 所以就是這邊可能有一些定妝的部位 就跟這些雙妝打架了 大家上雙溫之前 還是盡量先不要定妝好了 好接下來我就要全臉定妝了吧 然後來使用植唇秀這個蜜粉 它這個蜜粉之前推出的時候 好像也蠻多人說好用的 然後這個我到最近才用 我覺得它粉真的蠻細的 然後它的粉撲什麼的 其實也蠻好用的 粉撲有點小啦 就是對我這個大臉來講 我覺得這粉撲有點小 但是粉撲的柔軟度還不錯 然後它的粉質也夠細 也有蠻不錯的毛孔柔膠能力 然後持妝控油度的部分 我覺得是中等啦 就是以我這個很油很油的皮膚來講 我覺得是中等 但是優點就是因為它粉很細 所以你就是出油之後 還可以拿來補妝幹嘛的 也不會斑駁 這一款其實我個人覺得齁 如果你不是超級大油甜 或是你是油甜 可是你不介意 就是要一天可以三四次的稀油補妝的話 就如果你不介意補妝這件事的話 其實這款蜜粉是覺得很不錯的 它這款的毛孔修飾也不錯 如果是跟我很喜歡的 Succo跟Suri的蜜粉比起來的話 它這款的控油能力又更好 那它跟那兩款我的愛相比之下的話 缺點就是它因為是偏白的嘛 剛上完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小泛白的狀況 就是可能我自己用量也比較多啦 所以剛上完會有點小泛白 就稍微等它吃妝一下就會比較自然了 整體來講我覺得這款蜜粉還是很不錯的啦 這蜜粉我其實忘記是誰推薦的 但是我記得也是那時候在IG有刷到 就是蠻多人好評的 就是我自己用起來是覺得不錯啦 我要回到Hidden的修容盤 然後用這個鼻影色 我現在用的這支刷具是七彩刷刷的 是Table上的賣場 它拿來說比你其實沒有很精準 因為它是這種比較蓬鬆 有點點彩刷嗎 比較小的這種波形的點彩刷的形狀 它拿來說它比你其實沒有很精準啦 但是效果還蠻自然的 而且就是很好暈 它這個點彩刷本身就是會讓 粉狀產品更好暈開嘛 所以我還是用的蠻開心的 這個也很適合拿來當眼影刷 這支刷具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大家如果想買的話可以自己去淘寶 找一下七彩刷刷 這顏色手柄還蠻自然的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它這個粉狀的打亮色 再提亮一些像這邊 奇怪的暗沉 嘴角這邊也可以來一點 鼻樑的側邊 就是哪裡凹就上在哪裡 然後我覺得提亮效果也蠻好的 眉毛部分我就先快速的跳過 我要用Urban Decay這個雙頭的眉筆 跟Romane的那個這什麼眉膠 今天眼影呢是被查理跟Sara 燒到的Pairi Paira的三號盤 這一盤呢其實我之前有買二號盤 然後粉質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這次是被它們燒到三號的這個配色 就是那種非常日常實用的顏色 而且它裡面還有也是很實用的腮紅色 所以我今天就要用這一盤來畫一個美美的日常眼妝 今天眼影刷我來用夏彩糖好了 這個刷具呢也是淘寶的品牌 可是它的做工就是蠻精緻的 然後刷毛也非常非常舒服 這個呢應該也算是被觀眾燒到的吧 我記得就是有一陣子我很著迷刷具 然後就有觀眾私訊我推薦說 淘寶有哪些牌子可以買 然後夏彩糖也是他推薦的其中一個 我就買了 我要先用這個顏色做打底 夏彩糖這個刷具真的是一用就覺得好舒服 然後這個眼影也很好暈啦 所以三兩下就可以暈開來 然後這個刷毛在眼皮上完全舒服不刺欸 夏眼瞼也用同一個顏色先做一個打底 再來我想要用一點這個腮紅的顏色 暈染一下眼窩的外輪廓 我覺得這個刷具齁 618的時候可以再囤貨 因為說到是刷起來太舒服了 接下來用這個顏色加深 加深眼窩的後半部 只用了兩三個顏色而已 但是現在眼影的深邃度就蠻不錯的 下眼瞼的睫毛根部也是用同一個顏色 稍微加深 這邊可以用魚粉掃就好了 接下來換更小的刷具 然後沾取這個深咖啡 加深眼尾7字 哇這個深咖啡也真的是蠻深的 但是我覺得它好像 稍微比較難暈染一點 用上個顏色來幫忙暈染一下這個邊界 要讓這個形狀範圍不要這麼明顯 接下來我要沾這個最淺的霧面米色 准理一下眼影的周圍 光是這樣霧面的漸層就非常非常好看了 而且我覺得有點秋冬的感覺 我今天沒有想要用它這個大亮片質地 但是我在手上刷色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就是這三個亮晶晶的質地 很漂亮很漂亮很夢幻很夢幻 我只有眼頭想要用這個顏色來做一點提亮 帶一點到下眼瞼 眼影就這樣完成了 非常簡單又好看 接下來我去把眼線加一下 跟大概夾睫毛再回來 好今天眼妝就完成了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欸 就是有一點小煙燻感 但是就不會到很濃 然後我想要用這一盤裡面的腮紅 雖然我剛有用那個香奈兒的腮紅 但是我還是想要再用一下裡面的腮紅 沾這個粉色 把它上再靠眼下這個位置 然後因為剛才眼影的外輪廓 我們也有用這個腮紅去暈染嘛 然後現在又用這個腮紅色的話 整體的妝容就會比較協調 鼻頭這邊稍微帶到就可以了 打亮的部分呢 有兩款是被小紅書燒到的產品 就是這個ZEN的這個雙色打亮 它的打亮呢就是有一點像那個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偏光的感覺有點太強烈 粉質上我覺得是OK 但是顏色上就是有時候不小心上太多的話 就會泛著奇怪的藍光 另外一顆白色呢 它也是比較像斷光的那種打亮 這盤兩個顏色因為都非常非常淺齁 這盤兩個顏色因為都非常非常淺齁 如果是在我的膚色上面 就要很小心使用 那如果你是白肌而且是偏冷的 冷色調的白肌 那這一盤應該就會蠻適合你的 刷起來的烹潤效果應該會非常非常好 我用白色的這邊 然後刷一點在蘋果肌顴骨這個位置 就是會讓底妝看起來再多有一些光澤感 但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它那個 偏光光澤的效果 有一點顯毛孔 對就是有一點顯毛孔 而且我記得它那個有點顯毛孔的問題 我在小紅書上看評價的時候 好像也有看到有人提到 所以這一個產品呢 我是覺得它粉質OK 可是顏色上面是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沒有很推薦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打亮產品呢 我就蠻推薦的 一樣也是在小紅書上被燒到的 就是這一個蠻小眾的品牌 然後它呢其實也沒有很便宜 就是以淘寶彩妝來講 它算是偏中高價位的那種 然後它是主打什麼純淨乾淨的品牌 就是比較友善大自然之類的吧 然後它這個霜狀打亮呢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它刷起來是那種金屬的光澤感 而且它不黏 它不黏 這是我用過最不黏的霜狀打亮了 很不可思議 我這邊先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手上這個是比較淺的色號 它們家還有再出另外一個比較深一點的色號 所以就是淺膚色的人跟健康膚色的人都可以有選擇 這個光澤感真的很漂亮 然後兩個都是帶有一點底色的齁 可以看到 就是底色的部分 如果你的皮膚比較淺的話可能要留意一下 但是這個光澤感真的太美了 而且它又清爽不黏 好不可思議 這質地做得非常好 遠看的話打亮是這種效果 就是很有那種水光感的感覺 但是它近看呢 也不粗糙喔 它近看我覺得很像是那種很細緻的金屬珠光眼影的質地 近看真的是很服貼不粗糙 這個細到不行 這質地我真的很推薦 那我今天用 我今天用什麼顏色喔 我今天用這個偏粉的這個顏色好了 但是這種質地啊 雖然我說它不黏齁 但是大家還是要 用量是少量多次的慢慢疊加 比較好 不是 像一點點就很漂亮了 Oh My God 美股這邊也可以來一點 好漂亮 我這樣有點矛盾 它不黏 但是你這樣子剛開始搓是雙狀的時候 它畢竟還是雙狀的質地 所以在使用上 記得要這樣用輕拍的 不要這樣去撸它或去推它 還是有可能會把你的底妝給推掉的 所以使用手法還是要稍微留意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它已經非常好操控了 然後它不黏是說 我這樣上妝過了一陣子之後再摸 像我現在再摸 基本上它就已經收乾了 它就已經不黏了 現在就已經不黏了 我剛剛塗了這個 就是你在戴口罩或幹嘛 它都不會再黏了 你看我就是這樣用手指按壓 底妝也完全沒有被壓掉什麼的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我非常喜歡這個打亮 不過這個打亮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接下來天氣會比較熱嘛 然後就是這個淘寶買的彩妝 畢竟還是要飄陽過還是什麼的 天氣比較熱好像會有融化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看CINDY買 它好像就融化了 我今天好喜歡這個打亮 怎麼辦 怎麼辦 狂點 到處上 鼻頭也來一點 好可愛 最後剩下唇彩的部分 我一樣去換個妝 再回來 最後唇彩的部分 就是想要來試一下 YSL的黑管唇膏 這個就是在小紅書 還有IG上都非常的紅 然後我這邊剛好有六個色號 給大家看一下我手邊有了六個色號 就是311 312 313 314 315 跟這支紅色比較特別 它是1866 我覺得311到315都超美 這個1966這個正紅色 也是好看的紅色啦 只是就是現在沒有那麼喜歡紅色 現在我嘴唇上擦的是311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玫瑰色系 這個超顯白色號是312 這個超顯白色號是312 313是有一點蘿蔔色的感覺 然後是帶橘色調的 我覺得我黃皮膚擦 看起來也還OK 不會顯黃 314應該是非常多人會喜歡的顏色 就是帶有一點土棕色調 有一點偏橘的棕色 然後是很日常的那種 不會太咖啡 最後我試色的這支是315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有一點難形容 就是比較暗黑版的豆沙色嗎 就是看起來沒有到九紅色這麼深 但是又比一般的玫瑰色系 豆花色系再重一點 擦起來也是屬於氣勢感比較強的 然後也是比較顯白的色號 最後來總結一下這個小黑條 我個人心得好了 這個質地我還滿喜歡的 它擦在嘴唇上面是那種柔霧感 但是又不會太乾 然後我覺得也沒有很挑唇況 那我剛剛試擦的五個顏色 我覺得擦起來都很均勻 不會有那種卡唇紋不均勻斑駁的感覺 倒是沒有 那我自己個人最喜歡一點的 應該是YSL他們家的唇彩 還滿多香精味都很重的 就是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香精味這麼重啊 那小黑條我是覺得是他們家 相對來講香精味沒有這麼明顯的 所以我自己是滿喜歡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妝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自己是滿喜歡今天畫完的感覺的 眼影喜歡打亮喜歡 然後底妝我自己也覺得還可以 今天唯一就是那個 上雙妝腮紅跟修容的時候 跟眼周訂好妝的部分有點打架 那邊就是雙妝的部分 大家還是盡量在訂妝之前就先用 對不要像我這樣子 像偷吃部結果翻車 我後來這邊還是有局部卸妝重新弄啊 不然我看了那個卡在那邊覺得很煩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所以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